最重要我們兩個在一起八年 然後我們是 其實真的是一見鍾情 我們永遠要一起 不不不 只要我生命 李丸怡非親生 而解證時解剖調查 老公衆摯愛的妻子被打臉 香港天后Coco李丸 7月2號在家中親生 送醫時已呈現腦死狀態 搶救三天與5號逝世 享年48歲 如今卻傳出死因非親生 二姐李四琳也證實 李丸非外傳某種傷害自己方式親生 而是非自然死亡 將解剖遺體調查真正死因 暫時不要動太多 那醫生就是說 也沒有藥可以吃的 主要就是止痛藥 他就希望我不要動 李丸除了患有憂鬱症 年初開刀治療腿疾 知情人士透露 半年前李丸已罹患阻癌 但是開刀期間 附上老公布魯斯卻去旅遊 你好台灣 當年28歲的李文在時尚派對 認識打他16歲 住香港的加拿大籍附上布魯斯 是他第一次陪我來台灣 因為台灣還是在我心目中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很期待跟他分享在台灣的感覺 愛情長跑8年 他們2011年在香港一連兩日 辭職6億舉辦世紀婚禮 外傳他65歲的布魯斯 曾是網球教練 身家高達90億台幣 2010和2011年 都被美國權威雜誌 評為世界無時大CEO 最重要我們兩個在一起8年 然後我們是 其實真的是一見鍾情 我們永遠都要在一起 不不不 只要我活著 不過中國媒體表示 布魯斯職務是香港企業 力標品牌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該公司2018年到2020年經營不佳 在2022年7月就已退市 布魯斯也不是該公司主要股東 因此質疑布魯斯的財力 另有傳聞指稱 六億婚禮是李文自投幽包 我們一起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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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家人 會看我像一個傻子 婚後李文對老公和前妻生下的兩名妓女 疼愛有家 但她一直想當母親 無奈的是九次人工受孕都失敗 今年布魯斯被傳出三度頭吃嫩妹 李文曾經大吐苦水 其料兩位妓女都力挺爸爸 令她大受打擊 暴瘦到42.3公斤 網友呢一尋過去 李文合照表記的帳號 發現兩名妓女一次怕被網友出征 以悄悄註銷IG帳號 全面身影 李文的好友透露 兩人本來計劃 7月將辦離婚 她太愛一個人 愛到瘋狂了 最後手續也不願多做完 她情緒上不能離開 就讓她快快樂樂的離開吧 儘管偷心離婚傳言纏身 布魯斯仍以家人身份 發出副文 稱呼李文是至愛的妻子 溫墨也連署李文的兩位姐姐 對此呢 李文二姐李思琳 直接在PO文底下留言打臉 這是她老公發的 並不是我準備的 超超超好久不見 你想不想我們 好想你們啊 據港媒報道 李文身家約41台幣 已經立好遺囑 把遺產留給86歲的母親 但消息並未證實 雖然夫妻這兩年已分居 不過離婚手續尚未辦妥 倘若李文為利遺囑 勞公布魯斯便可分得一半財產 午夜夢裡 常常回到往昔 夢醒男人傷心 因為當時有你 馬遺固定 在起碼 旋多 敬禮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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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